好,网路直播 这是个人认为VLC最强大的地方 它竟然可以当网路直播的伺服器 那操作的方式如何操作呢? 媒体串流 那我们可以把各种东西往外串流出去 这些刚才我们的档案光碟什么都可以 所以你上课如果要做直播的时候是蛮方便的 那像我们学校每周四的升级 我们都利用它把它直播出去 按下串流 来源没有选 所以这边是空的,不对 再来一次,媒体串流 选择 Webcam这一支 当然你可以使用好一点的摄影机 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画质 你可以使用好的影像截取装置 你会获得很好的品质镜 串流 下一步 它可以串流很多种格式 那个人最常用的是HTTP 因为防火墙不太会挡HTTP 至于其他的串流格式 有时候你要做网路直播的时候 是会被防火墙挡住的 所以我都选HTTP 那这里 你用一般使用者进来 你只能用大于1000POR 这是Linux的安全性 如果Windows就没这个问题 Windows安全性没那么好 所以它 80POR让你直接用 Linux如果你要用80POR 请你用最高权限 才能设80POR 不然你设定会失效 下一步 启动转码 然后你要输出的格式 你看这么多 原来你也可以串 像这是Windows格式的 不过糊糊的个人不喜欢 什么WMVASF 这种已经过时了 那我们都会选MP4 或者是OGV OGG 这个是自由软体的视讯档 好我们来试一下 H264 这一个 下一步 串流所有移 好 这时候它已经在串流了 那我看不到呢 看不到怎么办 或者是说你在班上 班上能怎么收听你这个东西 收看你这个呢 那我们开启另外一个VLC 在班上你就开启另外一个VLC 直接怎么样 媒体 开启网路串流 直接输入你的IP 那我现在这边用 记得后面破号要打 因为我们这边是用8080破 直接串流 直接播放 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那差别呢 大概lag3到10秒钟 这是个人的实战经验 3到10秒钟 例如现在我把手放在前面 1秒钟 2秒钟 3秒钟 4秒钟 5秒钟 6秒钟 看到我的手了 这是我的手 不好看的手 那我把手翻过来 那你会看得到 有没有 好 这是他大概lag的时间 那在 一般即使你是用商业软体的伺服器 lag时间也差不了这么多 差不多是这样 除非你用非常非常昂贵的那个商业软体 好 号称可以几乎不延迟 那我们现在是3到10秒钟 还能接受 好 即使是 所谓的 Google的网路直播 他lag也是一分钟 好 在VLC在做的时候 你就看得到说 原来他可以做得到 网路直播 那你想播什么东西 就按照你自己的 思考逻辑 好 上课要播什么 好 一个镜头 就可以直播 那你也可以想 如果我一个po可以一台摄影机 如果不同po呢 这个使用上的技巧自己去使用 自己去发挥想象 实在是不错可可用的一个程式 就影片到说 可以订阅一下